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鼻谷第一天不尝不饿 想让我娘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生囊 鼻谷第二天状态很好不尝不饿 然后给我家闺女做了一桌好吃的 鼻谷第三天有点乏力 喝了一杯红糖水 然后感觉好多了 鼻谷第四天了 还是有点乏力 喝了两杯红糖水 加两杯清水 然后在家里面慢慢走走 今天鼻谷第五天精神很好 不饿但是有点残 偷偷吃了两颗红枣哟 鼻谷第六天不饿不饿 喝了一杯清水 还是做了一些吃的 今天鼻谷七天了 喝了一杯清水 熬了点小米粥 准备晚上复食了开心 喝了一杯 喝甜蜜 �里面 喝了一杯